好,两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把西兰花放下去 把枸杞也放下去 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今天来一道健康又美味的西兰花豆腐虾韧汤 OK,首先呢,我们就准备一盒的豆腐 然后西兰花我们给200克的 切好了之后呢,一定要把它洗到干干净净 然后呢,一汤匙的枸杞、姜跟虾韧 我们切点姜丝下去 之后呢,我们就要切豆腐了 切豆腐很没有开着纸袋之前呢 四个角落拍一拍 之后呢,我们就把纸袋开起来 下面我们割一刀 防止它的豆腐黏着 拿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片开一半 一开始 把它切成立状的 好,这里起锅给少许的油 之后呢,包一包姜丝 把姜丝包香之后呢 我们就下虾韧 放下去,包炒一下 给两汤匙花雕酒 哇,香 我们给一公升的水 之后把豆腐放下去 这里先盖盖,煮它两分钟 好,两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把西兰花放下去 再煮它两分钟 好,两分钟啦 把枸杞也放下去 给两茶匙的盐 少许冰糖花 给它味道调和 之后呢,适量的胡椒粉 好,健康又美味的 西兰花豆腐虾韧汤 完成 那么这道菜只要按照我所有的步骤来做 就可以轻易地完成啦 那喜欢的 记得给我一个赞 收藏起来喔